倒霉少女意外穿越古代 成了不受宠的冷宫小公主 开局就因为女主污蔑 亲爹暴君要仗毙她 阎王殿里一个女孩 胡脚乱缠让阎王很是头痛 她哭得十分伤心 我从小就没爸妈 还特别倒霉 好不容易幸运一次 中了五百万 结果被一个跳楼自杀的给砸死了 我冤纳 阎王被他闹得都气吐血了 只好妥协安排 快别哭了 我给你安排下辈子投胎 当享尽荣华富贵的公主 她听到公主两个字 满眼欣喜 有爸妈吗 有兄弟姐妹吗 大家都爱我吗 阎王强颜欢笑 有有有 你要的都有 随后丢下一张判决书 声音洪亮 冤魂久久 速去投胎吧 西楚河冷宫里边 一位娘娘生下了可爱的小公主 皇上本有十七个儿子 就盼着来一个小公主 可娘娘心灰意冷 皇上虽一心求女 但我已经身在冷宫 儿子被困 父母背着叛国通敌的罪名 我无力保护他 宣称是一位皇子吧 以后也让他女扮男装 这样也好 不被人妒忌 安全些 此时 婴儿久久醒了过来 听到这些 眉头促起 什么冷宫 通敌叛国 还有十七个皇子 阎王说好的团宠呢 说好的荣华富贵呢 他恨不得把阎王打抱 庸人觉得 小公主很懂事 哭累了 就自己睡觉了 久久来这里 已经生活五年了 果然连皇上影子都没见到 还去吃少穿 这辈子就瞎七八过吧 安阳郡主路过 看见一个小男子 就大喊道 喂 爬山的矮冬瓜是谁 见到本安阳郡主 为何不贵 就不怕本公主 要了你的狗命吗 久久这才意识到 被人说 自己是矮冬瓜了 不过 安阳郡主 这个名字很熟悉 他传输到了 他曾看过的一本名叫 《皇后千岁的古风小说》里 安阳郡主 奉采薇 就是这本小说的女主角 他那个便宜爹 因为没有女儿 便将皇室宗亲的女儿奉采薇 从小养在宫里 当亲女儿宠着 还将她许配给了太子 太子爱惨了她 十年后 西楚国王国 奉采薇又去了南国 与南国皇军一统天下 妥妥开挂大女主 而她 炮灰公主一枚 不仅公主身份难明 还会在今日 被青毛子活活障毙 奉采薇 见久久发呆 怒到矮冬瓜 跟你说话呢 叫什么 哪个工的 见了本郡主 为何不行礼 久久还在震惊自己 穿成炮灰的事 没有听到奉采薇的话 她很生气 你敢不回本郡主的话 信不信本郡主杀了你 说着抬手就要 打她一巴掌 久久下意识地 用手挡住了 跺着脚 奶乎乎的胸道 你想干嘛 快走开 话落 凤采薇突然大哭了起来 嘴里还嚷嚷着什么 黄渤 那个小子偷了我东西 还要抓花我的脸 你帮微微做主 久久正疑惑着 她发什么疯了 怎么黄渤 忽然发现 然后走来了一个生意 看那男人 大概三十多岁 面相偏冷 不怒自威的样子 那人 应该就是他的便宜爹 招宁帝了 暴君既然发现 自己能听到久久的心声 还能预言 未来发生的事 招宁帝大怒 看向了身后的福安 去给朕 将那臭小子抓过来 敢欺负微微 看朕不宰了他 心疼的帮凤采薇 擦了擦眼泪 朕得好微微 快别哭了 凤采薇哭得更厉害了 招宁帝把他拥入怀里 脸都变成小花猫了 他狠狠地瞪着面前的久久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啊 这暴君不分青红皂白 要弄死我吗 他可是我老子 亲老子 俗话说 虎毒不四字 听到这碎碎念的声音 招宁帝狐疑地 看了看周围的人 又看向了久久 莫人说话 是眼前这个臭小子 但看眼前 臭小子的嘴巴没动 难道是他的心声 他能听到这臭小子的心声 旁人却听不到 招宁帝冷声问 这小子是哪个工的 什么身份 福安低声说 回禀皇上 这小子是冷宫的李飞生的 乃十八皇子 他喝了一声 又不是女儿 有什么金贵的 男人 将这个臭小子 拉下去障壁 久久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侍卫 按住了肩膀往下拖 暴君啊 那凤彩尾有什么好的 一个谎话连篇的小孩 我何时偷他东西了 他身边那么多人 我能偷得了吗 相反 是他看我长得好看 要抓花我的脸 他胡说八道一通 然后再挤上几滴眼泪 他就信了 真是可笑 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君 怪不得这西楚国 在十年后亡了 西楚国十年后亡国 昭宁帝 被这几个字 给狠狠冲击到了 身为皇帝 最忌讳的 就是这个 久久的心声 其他人都听不见 只有昭宁帝能听见 他那颗向来平静的心 都突然紧张了起来 等一下 朕有话要问他 久久微微皱眉 什么情况 我暂时不用去投胎了 昭宁帝看向凤彩威 问道 威威 你告诉朕 他究竟偷了你什么东西 之前他这样说时 黄渤二话不说 直接就将人杀了 这回为何问这么多 凤彩威不解之于背着手 从手上 拿下了一个金镯子 朝后扔了过去 随即哭着说 黄渤 他偷了我的金镯子 见我追问 便扔到那里去了 你看 他说着 指了指身后不远处 久久看着凤彩威的表演 在心里冷笑了起来 哼 扔哪里不好 非要扔在自己身后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 不对劲了 除非某些人 眼盲心瞎看不出 他感觉被内涵了 满眼怒乎 臭小子 不用你说 朕也能看得出来 昭宁帝很生气的样子 巍巍 朕如此疼爱你 你要什么给什么 可是你满嘴谎话 难道非要朕将附近的首位 传来询问 你才肯说实话 凤彩威哪里敢让昭宁帝 真的将首位传唤过来 他忙跪地上 认错到 巍巍错 巍巍再也不敢了 昭宁帝冷声道 来人 将凤彩威送去太后那里 何时教养好了 不再满嘴谎话了 何时再送回江贵妃身边 这时 听见她的心声 暴君良心发现了 突然睿智了 让她更目火冲天了 看向了久久 目光深邃幽暗 令人看不出来 她在想什么 凤彩威求救地 看向了江贵妃 小姨 就巍巍挖 江贵妃也着急 巍巍可是她得宠的秘宝啊 巍巍要是被送去了 最近这段时间里 皇上都不会去她那里了 她开口求饶道 皇上您忍心 让巍巍受苦吗 您就饶过巍巍这次吧 你是最疼她的 招宁帝不悦地看着江贵妃 闭嘴 巍巍满口谎言 都是你管教不言 今日起 你便禁足反省 招宁帝瞥了一眼 正准备偷偷溜走的久久 没想到这小子心里说的话 倒是都是实话 她直径 走到了久久的面前 但这小子心里说的话 正为何能听到 难道她是妖孽 大暴君听到了久久的心声 预言她那个便宜 跌过狐心桥时 瞧会她 她会摔断肚 没想到 最后预言成真了 这哪里是妖孽 分明是祥瑞啊 久久心口一颤 事情不是解决了吗 大暴君为何这样奇怪地看着我 她该不会还要杀我吧 我不要被杖毙啊 久久怕痛痛 招宁帝眼睛 一直盯着久久看 她倒要仔细看看 她长得究竟有多好看 的确是很不错 粉雕玉琢的 呆萌得很 比她前面生的17个皇子都要好看 若是女儿的话 肯定惹人喜爱 招宁帝遗憾地叹了口气 但她还是看待臭小子 长得十分不错 让福安送她回去 没有再为难 久久看大暴君 没有仗毙她 还派人送她回去 算是名礼 心里碎碎念了起来 便宜爹今天倒是聪明了 若是早这么英明 也不会听歹人蒙蔽 将我娘亲关进冷宫 不过便宜爹也好不到哪里去 待会儿他走上狐心桥时 桥会踏 他会摔断土 反正便宜爹 对我和娘亲 一直不管不问他 爱死死了 招宁帝听到他这些心声 脸上无比愤怒 臭小子又在心里骂他 还以为他不知道 可走了几步 久久心里坠坠不安的 眼看着就要到冷宫了 久久好心提醒道 公公 记得提醒父皇 到御花园边的那个湖后 等一盏茶 再过福星桥 招宁帝到御花园边上的湖石 停下了向前的脚步 他看着平静的湖面 静静思索着久久那些话 臭小子说 西楚国十年后 王国的事是大事 也不知道怎么验证 但臭小子还说 他的腿会摔断 这倒是能验证一下 福安也回来了 看到招宁帝走到了湖边 但还没有上湖心桥 他讲起了久久的话 阻止道 皇上请稍后 吃一盏茶 再继续向前吧 招宁帝自然是 看出了福安的用意 也能想来 必是那个臭小子 提醒了福安 福安才开口阻拦的 还算是有点良心 没白声 招宁帝笑了笑 上茶 正吃一杯茶 再继续向前 他要看看 胡心桥到底会不会他 五分钟后 胡心桥没有他 看来这小子说的话 也未必是真的 来找招宁帝的御书房 掌事刘姑姑说 御书房那边 国事连带好几个大臣 等着见您 都说是有急事 招宁帝这才放下了茶杯 起身准备过胡心桥 他刚站起身 不远处胡心桥 就传来了轰隆一声巨响 桥突然就塌了 塌陷得很严重 好些木头落在了湖水中 桥身整个都毁了 招宁帝不敢想象 刚刚他要是走上前去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看来那个臭小子 没有在胡言乱语 他真有预估 未来之特殊才能 这哪里是妖念 分明是祥瑞啊 刚才若他走上桥去 不死也会断一条腿 朝中群龙无首 迟早分崩离析 招宁帝沉默了半声 对掌事姑姑说 刘姑姑 替朕将那些人都打发走了 只留下国师 朕马上过去 见招宁帝往回走 刘姑姑忙问 皇上 您这是去哪里 他面无表情地吐出几个字 百嫁冷宫 这时 朕朕回来了 李飞赶紧抱住他 得知朕朕在外面 溜了一圈 还见到了招宁帝 和那可怕的江贵妃 他吓坏了 吓得泪流满面了 嘴里还喃喃着 你哥哥 当时也是出去了一趟 就出事 被关照狱了 娘这辈子 都见不到他了 娘就只有你了 朕朕伸出胖乎乎的小手 笨拙地帮李飞 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娘亲 不哭不哭 等久久长大了 带你过好日子 至于哥哥 哥哥是被冤枉的 后面有救出哥哥的好时机 李飞揉了揉他的脑袋瓜 好久久 你只要平平安安的 娘就很开心了 什么好日子 不好日子的 娘亲都不在乎 娘亲真是人美心善又温柔 便宜跌眼 瞎错过了娘亲 李飞 从久久出生的那一刻 就总是能听到 久久的各种心声 所以这回见怪不怪的 只是宠密地摇了摇头 小小年纪 心里就藏着这么多事 皇上来了 李飞听到这话后 如临大敌 好端端的 皇上怎么会来冷宫 怕不是什么好事 暴君只想听久久的心声 了解战败问题 不料久久却不睡睡眠了 而是爬到床上睡着去了 可把他这个便宜爹给挤坏了 李飞面上的血色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退去 久久 你快去藏起来 娘来应付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出来 久久明白 招宁帝为什么而来 娘亲 不怕 父皇没准时来接咱们出去的 李飞摇头 久久 咱们估计 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 话落 招宁帝到了 他和他身后的一群人 涌进了李飞 和久久简陋的房间里 看了一眼住处 这冷宫的条件 也太可可了 哪是人住的地方 李飞将久久 护在了自己身后 然后颤抖着身体行礼问安 臣妾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招宁帝看着面前的女人 她即便身着素衫 却还是那么美 清水出芙蓉一般 岁月更迭 也没有让她的美貌受损 反而让她多了一份 独特的韵味 招宁帝看着心里 别有一番滋味 她伸出了手 扶李飞起来 李飞怀里抱着久久 坐了下来 招宁帝看着面前的久久 久久救驾有功 按理该上 但不好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她能预测未来 且此时说破 万一这许多年 她心里委屈 不肯再给朕预测了 怎么办 李飞见她殷勤不定的 心中更慌了 招宁帝想到了一个办法 笑了笑 李飞 朕最近几日 常常想起之前 你通敌叛国的事 准备重查此案 你养育十八皇子有功 先搬出冷宫吧 久久那心里高兴死了 哎呀 便宜爹 终于良心发现了 请继续保持良心在线 没准我会喜欢上便宜店 招宁帝心说 小鬼头 朕要你喜欢 全天下的人都喜欢朕 不缺你一个 哎 便宜爹 肯定不求我喜欢 我想什么呢 久久在心里碎碎念 心声听着有些委屈 招宁帝听着 突然心里不是个滋味 福安急急说 皇上 御书房那边又有人来催了 说是有急事 招宁帝准备离开了 吩咐身边的福安 秋水居就赏赐给李飞和十八了 你亲自帮他们搬家 再去库里 选些东西 给他们 切记 务必要最好的 久久看着招宁帝离开的背影 拖着下巴 想了起来 便宜爹这会儿 应该是去议论前线军情 的确是大事 想起来了 这次战士西楚国 不仅败了 还死了三万士兵 招宁帝听到这心声后 突然停下了 向前的脚步 损失惨重 便宜爹 接下来得割地赔款 好惨啊 败了 还死了三万士兵 西楚元气大伤 王国之兆 招宁帝心慌了 腿也软了 跟在招宁帝身后的福安 看招宁帝 突然停下了脚步 不解问道 皇上 那边还急等着呢 怎么不走了 招宁帝醋了醋眉 又重新坐了下来 朕有些口渴 你爹又看九九干嘛 招宁帝急了 臭小子 快说啊 快继续说 刚才的事 九九揉了揉眼睛 杨青 九九困了 要去睡觉了 李飞就拉着九九的手 睡觉去了 招宁帝心里怒火不断 你亲老子的国 可有亡国之威啊 你亲老子 都要急冒烟了 你怎么能睡得着 招宁帝跟到了九九的床边 看见九九睡得死沉沉的 就更加烦了 他还想继续听他的心声呢 说刚才的事情 暴君每天只想待在九九的身边 一听到他的心声 招宁帝的心情好了许多 还欢喜地连亲了九九好几口 九九被亲猛圈了 竟然有老男人亲他 哎呀 他不干净了 招宁帝使劲摇折睡觉的九九 臭小子 你起来 他小嘴都囊着 睡觉觉 李飞健壮极了 皇上 您就是不喜欢九九 也不能这样对九九 招宁帝认真说 朕没有不喜欢他 朕这是想陪九九睡觉 没错 十八从出生起 朕就没有陪过他 朕现在要陪他 你们都下去了 快让他们瞅瞅 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吗 招宁帝可从来没陪自己哪个儿子睡过觉 还是在冷宫 九九是第一个 李飞都被震惊到了 招宁帝陪着九九在冷宫睡了一会 九九迷迷糊糊的 就听到便宜爹说 九九啊 咱们西楚国要打败仗了 可怎么办 九九心里又碎碎念了起来 败仗应该就是那个南国戏作 窃取重要军情 禀报给了南国 所以才导致西楚败了 他听到后都一惊 醋了醋眉 继续寻寻善诱的道 难道是有戏作窃取军情 不就是那个魏平吗 假装有孕 成天往便宜爹的御书房跑 这才导致军情被窃取 前方战败 要是便宜爹弄个假的军情 被他窃取走 西楚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大胜南国 九九睡得死沉沉的 伸手不小心打到了 他那个便宜爹的鼻子 招宁帝吃痛一声 下意识地抬手捂住 心说好主意啊 这臭小子真是太聪明了 朕差点就冲动之下 直接解决了魏平 而不是利用魏平大胜南国了 他今天甚是高兴 低头亲了亲他的小脸蛋 好了九九 朕走了 你继续睡 九九揉了揉眼睛 小声嘀咕 刚刚怎么有只大苍蝇 一直在吵 福安已经把他们俩打包好了东西 即刻搬去秋水居 这会儿 李飞跟福安说 福公公当初多亏有贵嬷嬷 九九才得以平安降生 这些年也只有贵嬷嬷 帮衬 今日 福安挺恭敬的自然是可以的 娘娘自行决定就好 母太这边跟内务府说就好 九九也很高兴 太好了 带贵嬷嬷去住秋水居 从今天起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贵嬷嬷被接出冷宫的时候 有不少人羡慕地看着 后悔着 后悔他们 平日里 没有跟李飞和九九 好好拉近关系 不然的话 今天跟着他们出冷宫的 就是他们了 这贵嬷嬷 真是好浮浅 七日后 御书房 招宁帝听了九九的话 弄了个假的军情 让卫平这个细作窃取走 命令前方将士射服 伏击南国小儿 果然大胜 和南国打了这么多年的战 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痛快 招宁帝高兴不已 臭小子 真是他西楚国的福星啊 面前 几位武将称赞道 皇上英明 南国会派前使臣来和谈 皇上英明 利用细作传递军情 反败为胜 招宁帝在心里说 都是九九的功劳 他想要去见九九 但被国师拦住了 国师一连求见了好几天 但因为各种事没见到招宁帝 他今天又来 国师立马行了一个大礼 惶恐道 皇上 臣要死了 招宁帝挑了挑眉 很不解 国师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国师语重心长的说 臣临死前 想要叮嘱皇上一些事 臣夜观天下 发现西楚国十年后 会面临亡国之祸 但有解 那个人就是十八皇子 不论发生什么事 皇上请务必相信十八皇子 并保十八皇子周全 招宁帝自是将这件事 放在了心上 他点了点头 朕记住 他犹豫再三后道 国师 朕有那么多个儿子 却一个女儿都没有 是命里没有了 国师没有回答 直到 天机不可泄露 说完 他拒咳一声 倒在地死了 招宁帝下指后葬国师后 一边想着国师临终前的叮嘱 前往秋水居 探望李飞和九九 他正在推着九九荡秋千 十分的兴奋 一会儿就传来了皇上驾到的声音 国师之死 招宁帝不知道究竟是正常寿终 还是因为泄露西楚国十年后亡国的天机 而遭了天遣 李飞和九九跪了下来行李 皇上万安 九九看着便宜爹的苦瓜脸 心里嘀咕 不是打了胜仗吗 我这便宜爹怎么不高兴呢 对了 是国师死了 听到国师死了时 招宁帝突然目光一亮 直接逼问九九 国师死的突然 也不知道是寿数已尽 还是另有死因 九九哪里知道 便宜爹是故意跟他说 这莫名其妙的话的 他顺势在心里嘀咕 寿数已尽呗 听到寿数已尽四个字时 招宁帝的心情好了许多 也不再自责了 还欢喜地连亲了九九好几口 九九被亲猛圈了 竟然有老男人亲他 哎呀 他不干净了 一家人终于团宠九九了 原因竟然是靠听他心声蓄秘 只因大暴君连亲九九好几口 他嫌弃的疯狂擦拭着他那个便宜爹的口水 震亲你一口 竟然点你委屈 成这 那震委屈死你算了 看着九九亲了好一会儿 九九感觉自己的脸都要被亲妈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娘亲和便宜爹都有奇怪的脑回路 说亲人就亲人 不过前世 我无父无母 这会儿好像切实感觉到 有父母的美好 招宁帝和李飞听到九九的心声一愣 没想到九九前世竟然无父无母 两人心中很是联系 一人一边紧紧握着九九的小手 想要多给九九传递一些温暖 李飞还在心里说 好九九 这一世 娘亲会将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你 招宁帝也在心里说 父皇也会好好对你的 招宁帝走了后 就给李飞赏测很多金银财宝 九九看着女孩子的衣服 问道 娘亲 九九现在可以穿小姑娘的衣服吗 李飞做了个晋升的姿势 还不能 九九 娘亲身上通敌叛国的罪名 还没有洗清 你外祖父和外祖母 他们还在极寒之地流放 没被召回 咱们依然很多 默默笑容慈祥 娘娘 清飞要来拜祖 事实具体应该准备些什么 九九听到清飞要来 在心里碎碎念了起来 她可是江贵妃和女主风采薇的人 她来干什么 后宫每个妃子的新宠 清飞就会想办法搬去和那个妃子住 然后与清飞同住的妃子就会死翘翘 她要是搬来同住 那我们母女两人也有可能死翘翘 李飞听到九九的心声后 也吓了一大跳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她吩咐贵嬷嬷 随便让人准备点吃食就可以 不必特别准备 贵嬷嬷不解 娘娘刚不是说 随时背着清飞喜欢的吃食 等她过来吗 李飞摸了摸九九毛茸茸的脑袋 我被打入冷宫的这几年 清飞对我不闻不问 连我命悬一线时 也不见她关心一句 她既然不是真心 我又何必重视她呢 贵嬷嬷也高兴 娘娘能想通就好 一日清晨 清飞出发前往秋水居时 信誓旦旦的 对前来见她的凤采薇说 郡主请放心回去吧 顺带转告江贵妃 死去本宫 一定能留在秋水居 然后弄死李飞母子 弄不死的话 她脑袋搁下来 给李飞当球踢 凤凯薇如今虽然还小 但听了清飞的话 她满意的点了点头 周到的说 那接下来就看清娘娘的了 如若事成 必有大好处 清飞到秋水居门口时 就笑盈盈的喊人了 声音叠体有多亲情 妹妹 姐姐来看你了 李飞抱着久久 看到清飞淡淡的说 姐姐既然来了 就请进来坐吧 清飞有些意外 这李飞许久不见她 今日再见 不该激动万分吗 不该上前来 紧紧抱着她 诉说这些年的心理话吗 清飞笑盈盈的 冲着久久伸出手 十八皇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呀 让清娘娘抱抱 久久不愿意 害人尽一个 别碰我啊 娘亲救我 李飞立马起身 一把握住她那不安分的手 语气挺重的 孩子认生 算了吧 食品上来后 清飞打量了一圈秋水居 随即羡慕地说 妹妹你这新居当真是华丽啊 不像是姐姐的清脆轩 又简陋又破 还漏风 可这会儿 李飞笑道 那姐姐让内务府的人 帮忙修缮啊 跟妹妹说无用 妹妹又不会修 清飞哭了两声 姐姐我膝下无子 内务府那些人 都见菜下碟 各种搓磨我 哪里会帮姐姐修缮房屋 李飞打量了她一下 姐姐这身衣裳 是赎井坐的吧 要是内务府的人 真看菜下碟 姐姐怎能穿到了 这样好的料子 清飞再一次被噎得 说不上话来 最后她想了想说道 姐姐其实是有私心 担心妹妹住秋水居 孤单寂寞 想搬来彼此有个照应 李飞面上笑着 心里却一片寒意 妹妹在冷宫住了这么多年 没见姐姐心疼 如今日子好了 妹妹倒心疼我 她不是藏了心思 清飞被说重心事 有些慌 但就慌了一小话 哪里的话 我们从小就相识了 我对妹妹的真心天地可见 妹妹怎么这样说 李飞就笑笑不说话 她有些不甘心 洋装特别生气 站起来往外走 妹妹的话真让人寒心 妹妹要与 我绝交可以直说 何必弯弯绕绕说这些 清飞见李飞 这副油盐不敬的样子 很是心烦 这个李飞 怎么突然就开始防着她了呢 但她提出绝交 肯定会让她慌神 等她挽留 她就顺势找机会住下 谁知李飞没有阻拦 还道 来人 送客 清飞差点气晕过去 你敢这么对我 你来真的 你别后悔 可爱的九九太招人喜爱了 就连她两个哥哥 也能听到九九的心声 对她爱不释手 九九羡慕的眼光 桂摩摩来禀报道 娘娘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也来了 正在外面徘徊 似乎不敢进来 十哥和十一哥 这两人一直和我的同胞 哥哥十三个交好 在十三个出事后 他们二人也一直在帮忙救人 为了救十三个 没有娶妻没有生子 最后命也搭进去了 可是娘亲不知道 娘亲也一直不待见他们 才会让他们 至死都心怀愧疚 九九伸出小手手 拉着李飞的袖子 软糯的说 娘亲 让他们进来好不好 他们对哥哥最好了 李飞听到九九刚刚那些心声时 也惊呆了 重重点了点头 娘亲这就请他们进来 两位皇子看到李飞时 不敢看李飞 双双捶着头 十一皇子开口 李娘娘 我和皇兄前来 是为了祝贺你出冷宫的 十皇子醋了醋眉 十三弟的事 我们会想办法的 九九在暗中看着两位皇子 手足无措的样子 很可爱 李飞笑了笑 既然来了 就进来吃杯茶吧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惊呆了 李娘娘竟然让他们进去吃茶 他们该不是听错了吧 之前见李娘娘 可是从来没有茶池 还总是被骂 李飞笑着牵着他们的手进屋 冷宫三年 经历人情冷暖 你们有心 本宫自然知晓 过去种种 是本宫识人不清 十皇子不忍心听到李飞自责的话 连忙打断道 之前是我们不懂事 老惹娘娘不高兴 以后不会了 李飞看见 九九走了出来 试一道 来见 见你两位皇兄 九九看着凑到自己面前的两张脸 满眼神星星 哇 两位哥哥长得好好看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 都听到了九九的心声 相互看了一眼 欢喜的同时 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们都没有拆穿的意思 他们担心 九九被人当成妖怪看 他们是哥哥 要保护九九 见十皇子抱了好一会儿九九 十一皇子道 你抱了好一会儿了 该我了 十皇子不情不愿地 将九九给了十一皇子 瞎说什么呢 我才抱到怀里 还没抱热闹 不给 忽然招宁帝走了进来 直接问道 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也和朕说说 走到九九面前 从十皇子怀里接过了九九 还对他说 老十 许久没见你了 长高了 只是看你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哪个不时抬举的惹你了 正帮你做主 招宁帝身后跟着的福安 可是看得清楚 十皇子分明就是 因为皇上从他怀里抱走了九九 所以才不高兴的 十皇子道尔臣没有不高兴 只是吃坏的东西 肚子略微有些不舒服 招宁帝指着他们俩 命令道 那就快去找太医吧 老十一你也去 这是在打发他们走吗 好后悔 刚刚瞎编的理由 嘴贱 他们想和弟弟多相处一会儿呢 还想和父皇一起用膳 他们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和父皇一起用过膳 两人垂着头 失落地退下了 九九看出了十皇子和十一皇子的不舍 便开口 父皇 九九喜欢两位哥哥 哥哥是饿了才肚子痛 九九想要哥哥一起吃饭饭 招宁帝一听也很高兴 那就听九九的 一起用膳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 激动到差点掉眼泪 今天这是什么好日子 父皇和李娘娘 都不似先前那样对他们 两位皇子战战兢兢的 和他们最近养的父皇用了膳食 殊不知 九九看着面前一桌子的美食 心里嘀咕 两位哥哥怎么不动筷子 便宜爹却看不到 肯定在怕他 我得想个办法 两位皇子听到他的心声 笑眯眯的 十八弟真好 竟然这么惦记着他们 招宁帝看到李飞娇美的侧脸 轮廓分明 眉目如画 很是吸引人 一时移不开视线 九九嗨嗨了两声 便宜爹为什么这样看着娘亲 那是什么目光 像色鬼 一家人听到色鬼两字 戏分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他不过就是觉得李飞貌美 多欣赏了一会儿 就被说成色鬼 臭小子 他懂不懂欣赏啊 九九主动给他夹菜 父皇 你多吃点吧 多吃点 就不色迷迷地看娘亲了 福安的突然来禀报 安阳郡主在外面跪着 求皇上原谅 招宁帝却不为所动地说 不好好学规矩 来镇这里做什么 他想跪就跪着吧 外面安阳郡主依然跪着 小小的身影一颤一颤的 整个人看上去很是可怜 边上伺候的工人 都看得心里生出了几分怜悯 膝盖怕是要跪坏了 皇上就一点都不心疼吗 端王夫妇听说 女儿在宫里跪了好久后 也急急进宫来了 一个撑着伞 一个为他挡雨 端王心疼死了 我的宝贝闺女 可是皇室唯一的女孩 怎能受这种委屈呢 快起来 可凤彩薇像是粘在地上了一样 怎么都不肯起来 黄伯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 话音间有几分骄纵和威胁 他一定要得到黄伯父的原谅 不然他的荣华富贵和宠爱 全都会不见 久久终于不用女扮男装了 也穿上了自己喜爱的小裙裙 工人急跑去跟招宁帝禀报 皇上 端王夫妇要带郡主回家去了 郡主是咱们皇室唯一的女孩 她要是被带走了 皇室就没有女孩了 招宁帝黑着一张脸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说话 倒是久久心里念叨了起来 分明是那郡主做死 便宜爹都派人让他回去了 那端王夫妇也不懂事 难道堂堂帝王能被他俩要挟不成 招宁帝看向了久久 臭小子 懂他心里的苦 不愧是他儿子 久久看到招宁帝投来的目光 有点不淡定 便宜爹看我乐什么呢 这个表情好变态啊 招宁帝没有纵着 琢磨了一会 冷声道 来人 他们既然哪离开威胁镇 那镇就成全他们 久久吃着东西 巴唧巴唧地看着自己的便宜爹 帝王威武啊 安阳郡主出宫 以后非照不得随意进宫 端王夫妇听说了后 差点晕过去 皇上不是最宠爱他们的女儿吗 不是他们要什么给什么吗 怎么突然就变了 安阳郡主怒道 要不是你们嚷嚷着带我出宫 惹恼了黄渤 我会被送出宫去吗 安阳郡主不想出宫 出了宫 他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郡主了 为此 他咬了咬牙 一头撞在了边上的栽质荷花的水缸上 头没有撞破 只是撞晕了 福安前来禀报 是陛下唯一的公主 昭宁帝不以为然道 谁稀罕别人的女儿 朕也有 公主 他忽然看向了九九 心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昭宁帝手里 拿着一件黄色窄绣纺纱裙 九九 你看父皇手里的这件小裙子 继续摆弄着手里的小裙裙 看着怀里粉雕玉拙的九九 笑眯眯地说 好九九 这么漂亮的小裙子 你想不想穿啊 九九拼命地挣扎 我不要我不要 旁边伺候的工人 都被昭宁帝的举动给震惊到了 纷纷在心里付费 皇上这是想女儿想疯了吧 竟然让十八皇子扮成小姑娘 口味有些重啊 十八皇子到底是男孩子 肯定不愿意 没准啊 还会哭闹起来 大家都准备好吧 待会儿好好哄十八皇子 昭宁帝也担心 九九被他惹哭了 小声地对他说 你要是穿上的话 朕就赏你五百两 九九惊地瞪圆了眼睛 从昭宁帝手里 接过了小裙裙 对着父皇说 九九愿意 九九穿 九九拿着小裙裙 蹦蹦打打 来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让贵嬷嬷帮他穿上 几分钟后 九九走了出来 招宁帝看到九九的样子 他激动得许九说不上话来 这就是他心目中 宝贝女儿的样子 他瞬间跟着小仙女一样 奶乎乎 白嫩嫩的 呆萌萌的 让人想亲一口 他大步上前 抱着九九 亲了好几下九九的脸蛋 兴奋地说 九九 以后就这样穿好吗 父皇准备了好多小姑娘的衣服呢 可又担心 九九只是一时兴起穿了 以后天天穿的话 肯定不愿意 没准还闹 招宁帝满心期望地说 九九若是因此提什么条件 父皇都满足 九九摆着手说 九九没条件 九九非常喜欢这样穿 招宁帝太高兴了 两只手举起了九九 转了好多圈 正有了九九 就等于有了女儿了 九九第一次被爹爹举着转圈圈 开心地一直在笑 但是呢 宫里的人就不觉得 九九扮女装 是件多好的事了 甚至私底下冷嘲热讽九九和李飞 觉得母子两人为了争宠 简直疯了 竟然难扮女装 九九在后院荡鞦韆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 听说九九穿女装后 都赶过来了 兄弟俩不知道九九的真实性别 只觉得九九受委屈了 怎能难扮女装呢 父皇口味太重了 九九笑着安抚 漂亮哥哥不担心啊 能穿女装 九九很喜欢他 他心里碎碎念了起来 明日可是有大事发生的 两位哥哥 能不能与太子哥哥交好 进而获得圣宠 就看明天了 九九跟十皇子和十一皇子说 明天你们来看九九好吗 两位皇子听到九九的心声 面面相去 他们一般很难见到太子 更别说能和太子一起出去办事了 而且九九还这么小 真能帮他们吗 第二天清晨 九九带两位皇子来了相房 今日太子哥哥会来相房看大象 但会因运气不好 遇上了大象发情狂躁 然后被大象所伤 差点没命 凤采薇巧用计谋 救了他一命 太子哥哥也因此对凤采薇一见钟情 后来西楚国发生大乱 太子哥哥还拿命护凤采薇周全 将他送去了安全的地方 可他根本不爱太子哥哥 九九并不知道 两位哥哥已经听到了他的心声 他软糯糯地说 十哥 十一哥 据说这里的大象很凶 要是有人被大象伤了 你们会救人吗 两人点头如捣算 那是自然 不远处 相房的几个管事 看到九九和十皇子 十一皇子后 满心的不屑 待会儿太子会来 他们万一冲撞到太子殿下该怎么办 话音刚落 太子的鸾架落地 众人不敢再说闲话 纷纷出门迎接 太子办事认真 他寻相寻得也认真 每只会用到的大象 他都敬虔查看 只是 寻射到最后一只大象的时候 太子皱了皱眉 问 这只像怎么了 怎么看着有些躁动 太子殿下 您可离远一点吧 这只像发情了 狂躁得很 会伤人 您千万也被伤了 谁知这大象 竟然突然挣脱 开了缰绳 冲着太子袭击过来 太子的后背 被大象甩了一鼻子 力道有些大 太子整个人 被甩到了一边 而大象还没有放弃 准备用牙顶太子 用脚压太子 九九太高兴了 他的两位哥哥 终于可以辅佐太子殿下 十皇子反应快 他找训像师 拿了像爱吃的东西 去引开像 九九躲在那里 很着急 暗暗为十哥十一哥加油 十一皇子 则配合的上前救人 像虽然被吃食吸引 但还有攻击太子的迹象 十一皇子为了护住太子 自己被像甩了一鼻子 就甩在背上 再来一下的话 他肯定受不了 好在十皇子将相引开了 喂 看这里 你爱吃的超级大果蓝 像成功的 被引到安全的地方 单独关了起来 太子得救了 太好了 躲在角落里的九九 松了口气 但九九有些疑惑 像这么厉害 凤采薇是怎么救的太子 他百思不得其解之余 看到了躲在不远处 角落里的凤采薇 凤采薇脑袋受伤了 裹着白布 身边跟着几个人 似乎也是 为了遇见太子而来 按理说 太子这会儿遭了大劫 凤采薇该行动了 但他却不为所动 看着完全没有救太子的意思 就隔岸观火地看着 见死不救的人都凉薄 自私 无配得到太子哥哥的喜欢 为太子哥哥终身未嫁 女扮男装 为国欲敌 被敌军俘虏 受尽侮辱 也没有卖国的瑜伽小姐与婉英 才是太子哥哥的良配 久久按下决心 有机会 一定要给他们牵线 久久也不躲着了 他急急上前 看两位哥哥 看到二人身上的伤食 手上沾了线许 话没有说出来 久久就晕倒了 招宁帝听说后 来探望了 太子身上的外伤没事 只是太子脑袋撞了一下 需要好好休养 招宁帝看到他醒了 高兴坏了 承宁 你可算是醒了 你要是出事了 要正怎么跟你母亲交代 太子坐起来了一点 惭愧地低下了头 而臣不笑 让父皇担心了 紧张地问父皇 而臣此番能活 多亏了十一帝相救 十一帝如何了 招宁帝皱眉 老十一 不是说 是安阳郡主救的你吗 相房的人都看到了 相房的人道 太子殿下 您肯定看错了 奴才们都看到了 就是安阳郡主救的您 太子坚持地说 父皇 而臣没有 相房管事慌张死了 皇上 毋庸置疑 就是安阳郡主救的太子 皇上 安阳郡主救太子可是大公了 请皇上好好赏赐安阳郡主 招宁帝大怒道 大胆奴才 你是说朕的太子骗朕 妄义王储 弃君算上 来人啊 拖出去斩了 福安吉吉来报 皇上 不好了 秋水军那边出事了 十八公主晕倒了 招宁帝听了后面色越发差了 太子这边没事了 就很快过去看看 九九已经醒过来了 正在陪着李飞和太医 看十一皇子的伤 十一皇子的伤不算太重 比太子好些 但接下来 也需要好好休养 李飞正在一边 拿着个小本子记着 好记性 朕的九九呢 九九探出头来 父皇我在这里 心里嘀咕了起来 便宜爹终于来了 十个用吃食迎走了大象 十一哥配合就起了太子哥哥 两人都受伤了 招宁帝听到九九的心声后 没有忍住 震惊地问了出来 老十一是为了救太子 被大象所伤 老十一 你是个好孩子 以后要多和太子走动 帮太子分忧 九九高兴死了 这是 让老十一跟着太子出门办差的意思 真是太好了 老十一没有只顾着高兴 而是道 父皇 是十哥和尔臣一起救的太子殿下 要不是十哥和训像师引开大象 而臣和太子 怕是都为义 招宁帝伸手拍了拍十皇子的肩 老十 临危不惧 有勇有谋 不错 以后 也要多和太子走动 为太子分忧 十皇子感动得差点就哭了 他终于被父皇看到了 父皇也终于给他分配拆设 九九心里嘀咕 哎 便宜爹好像还忘了那个撒谎精 招宁帝听到后 不爽地看了一眼九九 自己在九九心里 就是这么个昏君吗 东宫这边 凤采薇乐死了 他这初拼死救下太子的戏码 肯定马上就会重得圣宠 马上就能赢过那个矮冬瓜 太子殿下和他本来就有婚约 这次他又救了他 太子哥哥一定会爱他入骨 忽然外面有人进来宣指 安阳郡主 冒领救人之功 罪犯欺君 理应当斩 念在裴镇多年 成欢西夏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背出安阳郡主郡主的封号 收回赐婚旨意 驱逐出宫 凤采薇猛逼坏了 怎么会这样 等待他的 不该是封赏吗 太子哥哥 竟然也能听到九九的心声 一见到九九就心中窃喜 十八弟的模样真是可爱 我能抱抱你吗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追着九九说 你真是我们的小福星 九九可以让哥哥们亲一下吗 九九边跑边摆手 不行不行 每天都被人亲 好累啊 九九摆脱了两位哥哥的追 但又迎上了太子 一不小心 就撞到了眼前的太子哥哥 太子看到粉雕玉琢的九九 很是欢喜 这就是十八弟吗 模样真是可爱 哇 太子哥哥来了 太子哥哥也好帅帅 太子听到九九的心声时 震惊到了 但不意外 因为国师教过他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世间 没有什么是不存 与天地的 存在极为合理 太子俯下身去 十八弟 让太子哥哥抱抱 九九不让抱 太子哥哥有伤 而且 九九不是十八弟 是十八妹 咦 一不小心就说出了真相 太子连忙捂住了 九九的小嘴巴 完了完了 父皇让十八弟女扮男装 以至于十八弟 已经分不清 自己是男士女了 太子认真的说 十八弟 你要记住 你是男孩子 忽然看见 老师和老十一来了 但因为这救命之恩的桥梁 太子打心底里 认可了两位弟弟 对天发誓 今时今日 你们保护了为兄 以后换为兄保护你们 虽九死有未毁 若做不到 天打雷批 九九在心中窃喜 哇 太子哥哥好好啊 不愧是光风计月的 佼佼君子 可惜书里被奉采薇拖累死了 一辈子都不知道 于家小姐为他战死 多么凄美悲惨的爱情 要是太子哥哥 和于家小姐成亲 该多好啊 太子听到九九的心声 是好奇九九心声里 为他而死的于家小姐 要是真心对他 那他自然要去 但他没有说出来 只是准备留意着 十皇子 十一皇子 他们听到了什么 昭宁帝已经来秋水居 用午膳了 边吃边说 太后去寒山寺 给西楚国祈福 也有许多时日 皇后和淑妃孝心 一直随行服侍太后 明天就断回宫了 九九在心里嘀咕 那个淑妃啊 是便宜爹的宠妃 就是他害娘亲 背了通敌叛国罪 坏人明天就要出现了 不知道便宜爹会不会惩罚他 招宁帝勉强笑了笑 九九 可是饭菜不合胃口 九九很不开心 便宜爹心里没数嘛 我娘亲和亲哥哥的罪名 还没有洗脱呢 谁吃得下啊 招宁帝用心哄着 父皇带你去御花园 逛逛 终究还是孩子啊 招宁帝帝带着九九去捉蝴蝶了 正逢春的花开 蝴蝶榴莲花丛 有很多蝴蝶可以抓 他们欢欢喜喜的抓蝴蝶 因为抓蝴蝶的乐趣 都暂且忘记了心中的烦心事 直到两人在甲山后面抓蝴蝶时 听到边上一阵怯怯思语 听说了吗 明日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 还有淑妃娘娘 就要回宫了 自然听说了 现在宫里李妃娘娘受宠 十八皇子也受宠 但淑妃娘娘要是回宫了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等太后皇后淑妃回来了 李妃和十八皇子 就等着再被扔进冷宫吧 他们母子两个叛徒 得意不了多久了 九九听到这些议论后 小脸瞬间垮了 也不想捉蝴蝶了 垂头丧气的 独自回秋水居了 招宁帝见状 本小安慰的 但不知怎么安慰才行 他命令将两个碎嘴的人拉下去 九九很难受了 招宁帝越想越生气 舌头割下来喂狗 再乱棍打死 太后竟然也能听到九九的心声 第一眼见到九九 就看出了 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 太后皇后回宫 各宫各院的妃嫔 携皇上一起出门迎接 九九因为昨日 在御花园听到的话 心有余悸 男男道 娘亲 你说太后会不会不喜欢我们 李妃道 不会 太后她老人家 再仁慈不过了 记得当年 她被污蔑通敌叛国时 好些人都恨不得杀了 她和她腹中的孩子泄愤 是太后看在她怀孕的份上 立牌终于保住了她 只将她打入了冷宫 招宁帝回头看了一眼 九九这么可爱 你皇祖母见了 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九九一听 开心坏了 那太好了 九九不害怕了 而此时 太后带着皇后淑妃一行人 朝着招宁帝走来 太后黑着一张脸 看上去心情不大好的样子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而不好 九九瞬间开始关了 皇祖母看起来好严厉 太后走上前来 冷声道 挨家不在宫里的这段时间 看来发生了不少事 招宁帝连忙上前 母后 您终于回来了 这个就是儿子先前在信中 跟你提到的九九 是儿子让他男扮女装的 您要是生气的话 就责备儿子 不要责备九九 也不要责备李飞 九九和李飞 都是无辜的 九九吓得快要尿了 这怎么和娘亲 还有便宜爹 说的不一样 皇祖母看着好凶 气场好强大 九九害怕 太后听到这声音后 才知道自己很凶很吓人吗 忽然意识到不对 怎么能听到这个孩子的心声 太后冷哼了一声 皇殿 哀家是气你 有了这么可爱的小公主 也不早些告诉哀家 哀家好早些回来 太后说出心里的怨后 面色缓和了许多 还笑盈盈地冲着九九伸出了手 九九乖 快让皇祖母抱抱 九九迟疑地握住了太后的手 太后抱上九九后 目光一直盯着她看 世界上怎么会有九九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呢 九九是男士女 太后不在乎 太后打第一眼看到九九 就喜欢九九 九九太娇软可爱了 太后却不觉得 九九是男孩 看九九这股像 还有这长相 分明就是小公主啊 估计这些个大老粗 都没看出来 就她火眼睛睛看出来了 她真聪明 无愧是上节攻斗冠军 太后抱着九九 那叫一个得意 还将自己最喜欢的首饰 送给了九九 九九见了更开心了 九九最爱皇祖母了 昭宁帝看到九九说 最喜欢皇祖母了 心中烧起了怒火 哼 九九个小财迷 边上 淑妃含情默默地看着昭宁帝 眼里写满了 皇上 离开您的这些天 臣妾日日夜夜都在想您 她对淑妃的态度淡淡地 辛苦了 家宴已备好 一同前往吧 昭宁帝追着太后说 母后 儿臣抱着九九就行 九九假装听不到 还做了个鬼脸 家宴上 太后一直抱着九九 还为九九各种好吃的 昭宁帝想要将九九要过来抱着 但又不好开口 只能时不时问 母后一直抱着九九 是否累了 太后翻了个大白眼 这是皇帝问哀家的第十遍 哀家不累 淑妃这个时候上前来了 敬了昭宁帝一杯酒 然后低声说 皇上 今晚 您能去臣妾那里吗 坏人 害人惊 讨厌死了 便宜爹才不去他那里吗 昭宁帝听到九九的心声后 见怪不怪的 为了不让淑妃察觉出什么不对劲 喝了面琴的酒 淑妃高兴死了 皇上 臣妾在自己宫里 准备了醒酒汤 今晚等你 暴君初次见到九九就很喜欢 得知心爱的九九受了很多苦 决定补偿 赏赐了很多金银财宝 还替李妃洗清罪名 书妃欢欢喜喜地去换上了肚兜 穿上了不怎么规着 有些大胆的衣服 等着昭宁帝过来 可是等了很久都没等到 皇上怎么还没到了吗 这时 女佣急急来报 皇上带了好多赏赐 去了秋水居 书妃瞬间气血上头 怒不可遏 还口不择言 李妃那个贱人 到底使了什么魅属 竟把皇上勾走了 本宫不过才走了半个月 这李妃竟又冒出了头来 还干了这么多事 手下听到书妃大怒 纷纷都跪了下来 的确是不知道 那李妃使了什么法子 皇上近些十日 专宠于他 连带着那十八皇子 也是被宠上了天 其他嫔妃 看也不看 书妃脸色更加不好看了 大口破骂 李妃那个贱人算什么东西 上次给他案的 通敌叛国的罪名 竟然还不死 这一次 看我怎么收拾他 就在这时 昭宁帝刚到门口 就听到书妃骂骂咧咧地 说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 略施小记 就露出了马脚 这个毒妇 是如何联合朝堂的 昭宁帝摆了摆手 事宜身后的服安退下 里面书妃哪里知道 昭宁帝来了 他还在骂 李妃他即便有了 老十八能怎样 他依然不是本宫的对手 本宫捏死他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 那么简单 女佣看到了昭宁帝来了 连忙跟书妃使眼色 让书妃闭嘴 书妃却看不明白 还不知好心人地 给他骂了一通 恶丫头 己眉弄眼的干嘛 本宫不是皇上 你勾引不了本宫 昭宁帝实在看不下去了 嗨嗨了两声 他飞着一张脸 不怒自威 身上散发着酒居高位 多年沉淀下来的威丫 丫的人喘不上来气 尤其书妃 早就被丫的呼吸急促 花容失色 心慌意乱 书妃和女佣立即跪下 胆战心惊地说 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你什么时候来的 昭宁帝沉默不语 冷冷地看着他 一脚踹在了淑妃的肩膀上 昭宁帝一脸怒气 正同不打女人 淑妃你是第一个 你真的恶心到朕了 淑妃拉着昭宁帝的衣脚 哭哭啼啼地说 臣妾是胡说的 不是真的 臣妾是因为爱惨了皇上 听到皇上宁去了李妃宫里 臣妾一时接受不了 失措了 才说的 昭宁帝用力甩开了他 讥讽一笑 闭着眼说 来人 昭告六宫 今日沉晕昭雪 李妃无罪 其母族也无罪召回 至于十三 十三皇子 不是因为李妃通敌叛国的事被关的 昭宁帝爱屋及乌 动了将人放出来的心思 但想要找个好时机 不然堵不住严官的嘴 李妃和九九准备睡了 九九忽然调皮道 你跟我说一个故事 我就睡觉 李妃正笑着答应时 昭宁帝突然流水一样的赏赐 往他们宫里送 母女两人很是惊讶 突然间呢 这是做什么 九九打开一看 满脸心形 父皇怎么突然赏赐 我们宝贝呢 太监们的赏赐送完后 昭宁帝也出现了 他看着李妃 带着几分歉就说 李妃 这些年来委屈你了 朕轻而听到淑妃承认 他害你背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 朕当时应该好好查查 朕不该那么草率 就将你打入冷宫 昭宁帝太疼爱九九了 他要告诉所有人 他有宝贝女儿了 他的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 最呆萌 最娇软 最萌的女儿 因此九九崇拜死了 啊啊 父皇真是英明神武 懂得明察真相 和书里那个狂躁 又眼盲心盲的暴君 完全不同 和九九也心意相通 九九要轻轻便宜爹 李妃也没想到自己的冤屈 这么快就能洗清 皇上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人要放下过去 才有未来 昭宁帝越想越后悔 你不怪朕 李妃汉手 臣妾不敢 昭宁帝深深叹了口气 那就是怪朕了 一边的九九心说 当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九五至尊的男人 问一个女人怪不怪他时 就是有些喜欢那个女人了 便宜爹该不会 突然喜欢上娘亲了吧 昭宁帝猛地看向九九 小鬼头 李妃听到九九的心声后 摇了摇头 这个傻孩子 懂什么啊 什么喜欢不喜欢 帝王是没有喜欢的 李妃抚摸了一下 九九的脑袋瓜 对昭宁帝说 皇上 夜色已深 昭宁帝不想睡宿觉了 可正今晚想留在你这 李妃却还是记挂着 当年他被污蔑 皇上 留下也可 但臣妾还是去测电睡 昭宁帝闷闷地说 那就算了吧 朕会等你愿意的 朕会去睡 昭宁帝抱上了九九 轻声细语 九九随朕一起 九九在他怀里 愣了愣 还没开口 昭宁帝就把九九给抱走了 九九暗自忧伤 可恶的便宜爹 杨青 不要他就拿我当人质 九九小小年纪 承担了太多太多 昭宁帝再一次 被九九有趣的心声给逗笑了 一日 九九醒了 揉了揉眼睛 昭宁帝看九九醒的真是时候 便带他一起去上朝 九九哈了一声 便宜爹竟然要带他去上朝 还在震惊中 昭宁帝满眼欢喜的 就把九九给拉走了 宫殿上 昭宁帝把九九抱在怀中 他要告诉所有人 他有宝贝女儿了 他的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 最呆萌 最娇软 最萌的女儿 虽然女儿是男扮女装的 但也算 朝臣们也听说了 十八皇子男扮女装的事 大家起初都觉得不妥 但看到九九穿着小裙裙 像小仙女的样子时 都没意见 九九太好看了 大家看着都赏心悦目 一个身上 带着枷锁镣铐的朝臣走来了 来人是周将军 主持之前西楚国与南国的战士 但一再失利 要不是之前九九的心声 提醒了昭宁帝 防着卫平 最后一战又要输了 昭宁帝打算杀了周将军 九九却不想看到周将军死 心中便碎碎念了起来 他之所以一直失败战 一来是因为戏作卫平 二来是被身边人中了 为人所控 所以才一直失败战 他不是故意的 他对我西楚国 可是忠心耿耿 他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各个上了战场 却都死在了战场上 最后的妻子 也被南国人给俘虏去了 他为了不让妻子活得屈辱 为了自己不应软肋背叛西楚 亲自拉宫射死了妻子 可这些 他从来没有说过 也从来没有以此邀功 他是铁骨铮铮的真汉子 昭宁帝真的不知道 周也的儿子女儿 妻子都死了 要不是久久提醒 他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周也 他为什么不说呢 要独自一个人 承担到什么时候 朝臣却以为 昭宁帝是弃周 也接连吃败仗 想要亡了西楚的不轨之心 于是纷纷觐见 皇上 周将军在与南国对战之前 屡战屡胜 乃长胜将军 可与南国对战时 却屡战屡败 臣等不免怀疑他有不臣之心 想要亡了我西楚 皇上 我西楚不可容忍叛国之人存在 还请皇上 如同处置魏平一般 处置周将军 久久心中急了起来 这些朝臣真是的 不想着给便宜爹分忧 只会窜多便宜爹杀人 杀人不过头点地 可杀人之后的事呢 尤其是杀了一个忠臣之后呢 西楚要是杀了周将军 这个长胜将军 武将心死 便没人可用了 西楚十年后的亡国之祸 也就避不开了 会发生疏离那一幕 无人可战 任人宰割 国王已 希望便宜爹心如明镜 知晓周将军的忠心和重要 不要杀周将军 招宁帝听到了久久的心声 自然心如明镜 他拍了拍久久的肩膀 久久坐好 父皇会处理好朝政之事了 久久坐好了 招宁帝道 丞相 大理司卿听命 朕命令你二人 细查周 也接连战败的缘由 还有周也的家人 也好好查查 查完后 再处置周也 暂且将周也收监 派太医院院守 去给周也诊治 周将军一愣 皇上的做法 让他大吃一惊 他以为自己会处死 久久看招宁帝没杀人 很是开心 但也没忘记念叨 要派太医院复院守啊 正院守那个窝瓜 只精通妇科 被称为妇科圣手 妇女之友 不通古术 招宁帝听到后 命令到派复院守去 正院守还要照看后宫妃嫔 久久崇拜死了 啊 父皇真是英明神武 懂得明察真相 和书里那个狂躁 右眼盲心盲的暴君 完全不同 和久久也心意相通 久久要轻轻便宜爹 久久主动轻了一下招宁帝 招宁帝很欢喜 唇边的笑容越来越深 久久竟然大胆地 给暴君爹爹换发型 招宁帝反而没有大怒 心里开心死了 简直是女儿奴啊 招宁帝查明了周也遭遇的事 心里很是开心 他对久久说 正今日保住了一个公骨之臣 正心甚畏 久久笑盈盈的 久久的心也甚畏 然后 趴在招宁帝的肩膀上撒野了 久久玩闹了一会儿 把便宜爹的头发上打了个结 父皇好看 突然着急道 十八公主 这有有损龙威啊 偏偏招宁帝很喜欢 笑出了声 久久喜欢就好 突然想到了一个事 久久心里有疑惑 为什么周将军受的苦 遭的罪 却没人知道了 按理说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就是周将军不说 便宜爹多少也该知道一些啊 可是看便宜爹的样子 完全就不知道周将军的所有遭遇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阻止这些消息 进入便宜爹的耳朵 目的就是想借着便宜爹的手 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周将军这个公骨之臣 招宁帝听到这心声后 恍惚了一下 顿时警惕了起来 久久说的有道理 他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朕要亲自查这件事 好好查 久久 你先回你母妃那里 父皇去查事情 等查完事情 父皇再去看你 久久神很崇拜地看着便宜爹 父皇威武霸气 招宁帝来到了周也将军家里 来之前我也去过大理寺了解过 周将军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周也将军告诉他 皇上 臣说了 您可能不相信 不如不说 招宁帝簇眉 信不信在于朕 你说 他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是钱文心 臣家里的事 还有臣要上报的很多事 他都阻拦着不让上报 臣因为在外作战 也无法面胜跟皇上说这些事 而且 臣去年出发去南国打战时 梁草也因为他出了好几次问题 臣怀疑他是南国细作 但没有证据 招宁帝听眼很震惊 瞇了瞇眼 细作 又来一个 周也将军还以为皇上这个姿态是不信他 跪在地上道 皇上 您要是觉得 臣的话是无稽之谈 就当没有听过 臣会找到证据证明的 招宁帝起身 周将军好好在府里养伤 阵次会查明真相 说完回宫去了 派出了血狄子 彻查此事 血狄子 是专属于招宁帝一人所有的侦查组织 帮招宁帝查询一些大臣秘星什么的 招宁帝看了钱文心与南国往来的秘星 后怕的手都在颤抖 好一个钱文心 看着忠心不二 没出过差错 实际上呢 我西蜀都要被他给卖了 西蜀前年被南国夺走的盈眶 去年死了的文大将军和三千匹战马 还有今年年头的粮草被烧 还有周也将军差点被杀 背后竟然都有他钱文心的手笔 招宁帝不敢想象 后宫有一个魏平 前朝有一个钱文心 他西蜀怎会不亡 能苟延残喘十年 都是上天垂帘了 招宁帝动了大怒 御灵魏 钱文心通敌卖国 全家处斩 和魏平一起挂在城门口 警醒世人 九九真的是他的福星啊 是整个西蜀的福星 招宁帝缓和了一下 问福安 九九呢 这会儿在干嘛 在哪里 回禀皇上 公主在太子殿下那儿呢 过一阵子 南国使臣会因为战败来宫里和谈 给咱们割地赔款 太子殿下负责接待 公主正是爱凑热闹的年纪 这几天一直跟着太子殿下 九九此刻正在被太子抱着 太子一边翻看接待使臣的步骤 九九也跟着太子 看着李丹上写的密密麻麻的字 看得九九都困了 太子笑了笑 吩咐赵尔点一下提神香 突然传来的一声呼唤 瞬间令九九不困了 赵尔 他在太子哥哥这里 九九为了太子哥哥 花了一天时间 为他制作了万能减药 太子哥哥瞬间高兴死了 清了清九九水嫩的小脸蛋 招宁帝宠爱地看着自家小九九 一边不停地叫着公主 公主 九九心里终于感受到了被爱的滋味 主动轻了一下他那个便宜爹 九九心中碎碎念了起来 这可是个害人精 戏祖 他会害了我们西楚和太子哥哥 太子疑惑 赵尔怎么了 九九怎么突然这么的激动 他抬头看向正走过来的赵 很难相信他 就是戏祖 这时又听到了九九心声 赵尔这丫头不一般啊 他是南国戏祖 身上藏着毒药 西楚曾因为战败 接待南国使臣 赵尔和使臣理应外合 给使臣下了毒 使臣假死 多讹走了我西楚的武座城池 虽然此三 我们西楚胜了 不必担心被讹走城池 但赵尔肯定还会下毒 好让我西楚 落个残害使臣的臭名声 被诸国唾骂 割地赔款 就会不了了之 咱们西楚好不容易打了胜仗 必须要割地赔款 不然这场仗就白打了 太子听到九九的心声后 震惊到了 两军交战不杀来时 乃千年的规矩 来时要是死了 西楚的胜仗 真的就白打了 他的太子之位 怕是也要被废了 太子心慌之余 赵尔突然开口 殿下还有什么吩咐吗 太子直接让他下去了 赵尔是会治香的 要是他用香料给人下毒 那真是防不胜防啊 即便杀了一个赵 后面还会有无数个赵冒出来 会更加防不胜防 要是使臣的毒酒 他喝了呢 他若中了毒 使臣的奸计就不能得逞了 他们依然要割地赔款 可是他中毒后 没有解药的话 他就得死翘翘 他可不能死 他还没有建功立业 娶妻生子呢 久久说的瑜伽小姐 他也没有建的 太子十分的焦虑 他想的这个办法 是最笨的办法 突然听到了久久心中的解决办法 要是太子哥哥 能从驿馆使臣那里 搜查到毒药相对应的解药 届时在使臣中毒后拿出来 就能拆穿南国人自己毒害自己 从而嫁祸我西楚的真相 我西楚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没准还能让他们多割点地 多赔点款 太子呼得高兴了起来 这么简单的办法 他为何没有想到 他怎么会想到自己 读自己的这种蠢办法 久久实在太聪明了 简直是他的大福星 太子凑过去 清了一下久久的小脸蛋 久久又被轻晕了 他的脸蛋又遭老罪了 太子哥哥这是怎么了 久久担心太子 解决不了使臣中毒的事 便自己寻了办法 久久上辈子 虽然是个锅 在福利院 靠人救济长大 他跟着福利院的院长 背了很多药方 要是太子哥哥 找不到解药 他也能研制出来万能解药 招宁帝来看久久的时候 就看到久久捣固着一堆药 还都是些珍贵的药 招宁帝不解的问 这是谁生病了 太医呢 李妃道 谁都没有病 久久就是突然 想要玩这些药了 招宁帝瞬间不担心了 还道 告诉太医院 公主需要的药 全都给公主送来 要多少给多少 必要 让公主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福安道 是 皇上 招宁帝突然出现在久久的背后 笑着说 久久 需要父皇帮忙吗 久久拿着捣棍 两眼发光的 看着自己的便宜爹 要 这个太重了 父皇加油 招宁帝高兴地拧了宁袖子 疯狂地在帮久久捣碎药材 而久久在一边崇拜道 父皇超棒 久久花了一天时间 配好了万能的解药 要不是他手小 可是配得更快些 久久可开心了 他捏着拳头 对着天喊 本公主 我杀尽天下害人鬼 沙沙沙 晚膳已经摆好了 招宁帝看久久一直不去吃 上前抱起了喊沙沙沙的久久 好了 我的公主 请用晚膳 久久被便宜爹抱到了用餐的地方 听着自己的便宜爹宠觅地说 公主请落座 久久只觉得这话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他好像上辈子听到过 什么公主请上车 公主请喝水 公主请睡觉 上辈子没人跟他说 也没人当他是公主 这辈子 终于有人当他是公主 久久满足地亲了一下招宁帝 招宁帝开心坏了 用手摸了摸被亲的脸蛋 久久又主动亲近他了 招宁帝又开始接着说 公主请接快 公主请端碗 公主请张嘴 父皇为您 李妃看着他们很亲密 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久久在一句又一句的公主请中 迷失了自我 笑哈哈一整天 亲了招宁帝好多次 小嘴巴都要亲疆了 久久高兴死了 给太子哥哥竖了个大拇指 太子哥哥太棒了 三日后 南国使臣到西楚国皇帝陛下 此番我们进京 是为和谈而来 为体现我们的诚意 先让我们敬您一杯 祝您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招宁帝怀里抱着久久 正如今有宝贝女儿了 女儿不喜欢酒味 正就以茶代酒吧 这话 一来炫耀有女儿了 二来下南国的面子 南国使臣感觉被藐视了 但是不敢说什么 硬着头皮喝下了酒 随即 使臣中的主使 一头栽倒在地 唇色发黑 口中流血 流的是黑血 果不其然 使臣开始闹了 大使 你怎么 刘黑血 你这是中毒了 你刚刚喝了酒 然后就中毒了 有人冲你下毒 是西楚国的人 太子见状很淡定 一点慌乱都没有 昭宁帝有些不安 这使臣 怎么就突然中毒死了呢 太子 究竟怎么回事 久久看到太子 胸有成竹的反应 想来太子哥哥 必然是找到毒药的解药了 昭宁帝听到久久的心声 才明白了这整件事情 没听过久久心声的皇子 和皇室宗亲们 第一次听到这心声 还听到了这么劲爆的消息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 觉得不可思议 随即赶紧装作 什么也不知道的模样 他们不能胡说八道 不然脑袋就没了 太子掏出了小药瓶 父皇请勿惊慌 而臣自会处理 这次他多亏了久久 倒在使臣的驿站 找到了解药 他看向了闹事的几个使臣 颇有风度地说 我们西楚人 输赢都坦荡 绝对不会下毒 使臣要是想请 至尊联盟的人来帮你们做主 那就请吧 很快 至尊联盟的人到了 各国的人都有 还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往宴席上一站 颇举威势 南国使臣 瞬间双眼放光 急急上前 当然 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两军交战 千年来不杀来使 西楚皇室不讲武德 毒杀我们大人 至尊联盟的最高官员刘靖 听了这消息后 皱了皱眉 西楚国皇帝陛下 南国使臣在西楚的宴席上 中毒昏迷 凶手必然是你们西楚王室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南国使臣附和 对对对 不可原谅 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 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此才能长教训 太子冷笑道 代价 什么代价 南国使臣嚣张地说 割地赔款给西楚的事情 就这么算了 还有西楚皇帝 必须跟我们道歉 昭宁帝吃了声 抱着九九站了起来 来到了刘靖面前 那要是南国使臣 自己给自己下毒 污蔑我西楚 目的就是 吃了败账 却不想割地赔款 九九看向他们 就是就是 南国使臣瞬间慌了 你可有证据 太子将一直攥在手心里的解药 拿了出来 亮给大家看 孤在南国使臣落脚的地方 找到了使臣中的毒的解药 南国使臣心很乱 但面上还在竭力维持着淡定 我们不认 还提出了质疑 太子殿下怎么证明 这解药 就是从我们落脚的地方找到的 别以为装够我们南国用的瓷瓶 就是我们的了 太子道 很简单 太医 太医上前来 听后吩咐 太子将解药递给了他 你刚刚已经看过南国使臣中的毒了 但看不出使臣中的是什么毒 那现在 给你毒药的解药 结合解药看的话 你应该能看出 是什么毒吧 太医道 可以 太医嗅了嗅 立马知道了这毒 此毒乃红荆棘毒 乃南国皇室专有 其余国没有 且此毒受气温限制 除南国人外 旁人无法配置 也就无法炼制出解药 太子命太医把解药给了刘靖 刘靖立即为他吃了解药 过了几秒后 他醒了 刘靖当即下定论 南国使臣 毒是你们自己的毒 解药也是你们自己的解药 你们自己毒自己 污蔑西楚 三位使臣认罪的跪在了地上 求饶道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是我们自己毒自己 污蔑西楚 还请西楚国皇帝陛下恕罪啊 昭宁帝冷笑了一声 现在知道求饶了 之前倒是挺嚣张的 刘靖道 西楚皇帝 此时以水落石出 南言厚颜无耻 栽赃陷害 原本南国需要割地赔款的份额 现在须翻倍赔偿 已是公报 九九高兴死了 给太子竖了个大拇指 太子哥哥干得漂亮 九九简直太萌 太可爱了 一群人都抢着九九要抱抱 就想感受终于有了女孩的美好 九九是猴子吗 这么多人借九九 还要带九九回家观赏 九九气成丑小鸭了 不是小可爱了 太子抱着九九 心里感谢九九 九九救了西楚 也救了他 他躲过了被废太子的巨大危机 还得到了赏赐 九九心里埋怨 又被抱来抱去 看来九九不需要长腿了 招宁帝高兴 一直笑着 但发现太子一直抱着九九 一直没有还给他时 他脸上的笑 突然消失不见了 不满地跟太子说 还阵 你去查处下毒的人 太子还不解来着 还什么 招宁帝道 把镇的九九还来 你已经抱了很久了 太子依依不舍地 将九九还给了招宁帝 去查处下毒的诈了 皇室血脉 看着招宁帝抱着九九 已经蠢蠢欲动了 他宠溺地包弄九九头上的碎发 心里更觉得 九九这副模样 简直太可爱了 这时 皇室的几位宗卿突然提出 他们想要借公主 回去住一段日子 就想感受 终于有了女孩的美好 九九倒没有想太多 就是不大愿意 他心里嘀咕 九九是猴子吗 这么多人借九九 还要带九九回家观赏 好气哦 九九气成丑小鸭了 不是小可爱了 众人挖了一声 公主好可爱呐 好想抱抱 亲亲 举高高 九九往招宁帝怀里蹭 九九不去 九九不能没有母妃 可便宜爹 九九拒绝 招宁帝听到九九的心声后 明确提出了拒绝 公主还小 无意出门 不行 宁王道 公主不小了 都两岁半了 能吃能喝的 可以的 招宁帝着急之下 开始胡说八道 不行 公主还在吃奶 宁王笑着说 那就将奶娘也带着 我宁王府总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奶娘 皇兄 之前您为了体验有女儿的美好 都将端王的女儿放在宫里养 现在弟弟们也想体验一番 您怎么就不允呢 您有些双标啊 招宁帝的脸色已经变了 骇人的压迫感 也压迫着店内的每一个人 宁王 你与举了 宁王虽然反应慢 很是迟钝 但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急忙跪在了地上 皇上 臣弟口无遮拦 说错话了 还请皇兄看在 臣弟是真心喜欢小公主 才胡说八道的份上 饶恕臣弟 招宁帝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 起来吧 太后看气氛突然有些僵 打着哈哈 与其轻快地调解道 皇帝是真心爱惜公主 连我跟他抢他都急 公主还小 诸位宗亲的心意 皇上和哀家都知晓了 等公主再大点 让公主再随诸位出宫完 皇上发怒了 太后发话了 宿亲王却拿九九说起了话 皇上 您不让公主去我府中玩 只是 您不久前得到的那颗冬珠 能否赏赐给老臣 太后很是不满 宿亲王 你要冬珠做何用 众人议论 老王妃早就死了 他给谁用 冬珠可是稀罕物 专门用来镶嵌太后的份官 萧亲王竟然敢要 竟然敢基于太后的东西 那可是皇后都没资格用的 九九却知道 九九还有些兴奋 给他刚才进门的十四岁的小妾用 那小妾仗着年轻貌美 事贼多 天上的星星 都恨不得让宿亲王 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 给他摘下来 他也不担心宿亲王闪了腰 听到九九心声的太后 及诸位皇子们 惊掉下巴之余 皇上都忍不住咳了起来 宿亲王也听到了九九的心声 但他认为 就只有他能听到 旁人都听不到 他除了有些惊奇 再没其他感受 皇上 太后 老臣就这一个心愿 还挺看在老臣已经八十的份上 满足老臣吧 便宜爹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不然的话 皇祖母就要被外面的人笑话了 皇祖母一气之下 还会中风瘫痪 生死难测 这会儿 听到九九心声的人 除了宿亲王 大家都很关心太后奉体 不希望招宁帝 将冬珠给宿亲王 纷纷开口相劝 皇上 事关重大 请三思啊 宿亲王却觉得 九九一个臭屁小孩子 喜人忧天 在心里胡说八道 皇上 太后 你们要是不给老臣冬珠 老臣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想必你们一定 不想在今天这大喜的日子里 传出老臣撞死在这里的丑闻吧 招宁帝扶额道 宿亲王你冷静冷静 话落 哀声叹气地 看向了怀里的九九 宿亲王可是救过先帝的命 先帝还留有遗址护着他 招宁帝在想 九九有什么好办法吗 九九继续在心里说 他可听着呢 九九笑嘻嘻 迟早让便宜爹大放血 今天是腹黑冷漠 深沉霸道酷酷九九 墨定一带 谁也不爱 招宁帝忍不住 看向九九的脸 问 九九 可是困了 九九不困 招宁帝见状 随即忙将红豆糕 拿到了九九面前 九九快吃 九九吃了快糕点 不饿了 开始继续念叨了 宿亲王这个老色批 这么宠他的小妾 以后他七个儿子 都会被小妾害死 那小妾就是个害人精 根本不值得他这么做 宿亲王听到了 还是不以为意 小皮孩又在胡说八道了 还越说越离谱 他才不信呢 九九软绵绵地开口问 宿亲王爷爷 您要东珠是吧 宿亲王点头 是啊 我父皇有东珠 也能给您 只是呢 这东珠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送到您手里 不知您等不等得了 宿亲王欢喜地 看向了招宁帝 等得了 等得了 皇上 公主说的是真的吧 招宁帝心中很欣喜 不愧是九九 知道拖延时间 他迎上宿亲王期待的目光 真的 朕可不想 看到自己的青黄脖 撞死在自己面前 区区东珠 朕给 只不过呢 这东珠每四十年 才能采出两颗 届时 朕第一时间 给宿亲王送去 宿亲王听到这话后 差点气得吐血身亡 硬着头皮说了句 沉回家等着 然后甩袖子 气呼呼地走了 九九也在心里念叨 老头子务必要小心 他那个年方十四 貌美如花的小妾啊 他可不是省油的灯 算算日子 这两日 他就会杀老头子的一个儿子 宿亲王又听到了 不信 就是不信 还头也不回地走了 几天后 他真的有个儿子去世了 宿亲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伤心死了 人生一大苦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小妾彩霞 躲在一边得逞地笑了 要不是大柿子 抓住了他的把柄 他还可以让他多活几天 宿亲王的柿子 必须从他肚子里出生 宿亲王老泪纵横地 看着柿子的怡容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 九九的那些心声 老头子回去 务必要小心 他那个年方十四 貌美如花的小妾啊 他可不是省油的灯 算算日子 这两日 怎么都挥之不去 宫中九九笑嘻嘻 给鱼换了个鱼缸 让他们不再瘦了 此时宿亲王来了 之前宿亲王的心声 也提醒过他 他都听到了 却不以为意 九九忽然看见了宿亲王 他却灰溜溜地跑了 九九不明白 这个糟老头子跑什么 九九又不会吃了他 之前他对九九的态度太差了 要是现在再开口问 那岂不是在 打他自己的脸 加上他心怀侥幸 觉得九九的心声 不一定全准 世子之死 也只是巧合而已 他其余儿子 不一定会发生意外 九九留在原地都呢 难道说 九九长得很凶 跟在他身后 陪完的李飞听到了 立刻说 娘亲的九九粉雕欲拙的 很是可爱 哪里凶了 那为什么宿亲王爷爷 见到我就跑 不远处招宁帝过来了 一上来就抱上了九九 他接着说 那是因为宿亲王家里有事 急着出宫办事去 看到母女两人 都穿得很是单薄 皱着眉心疼的说 今儿天有些了 你们怎能穿这般单薄就出来 说着摸了摸李飞的手 察觉到手很冰 冻得这么凉 万一感染了风寒怎么办 九九窝在昭宁帝的怀里 就一个胆受 哇 便宜爹身上好暖啊 不愧是帝王 杨气盛 九九又像是小狗一样 秀起了昭宁帝 父皇 你怎么变得这么香啊 九九也想这么香 昭宁帝听了这话后 毫不犹豫地说 福安 去 把镇今日用的沉水箱 送去秋水居给公主用 福安一惊 沉水箱历来都是帝王专用 但今日 昭宁帝将沉水箱赏赐给了公主 公主也太受宠了吧 宫里宫外第一人啊 福安替九九高兴 昭宁帝道 傻笑作甚 快去啊 奴才这就去 昭宁帝戳了戳九九的眼睛 九九 告诉父皇 还想要什么 父皇都给你 九九歪着脑袋想了想 暂且没有 他黑黑笑 迟早让父皇大放血 今天是腹黑冷漠 深沉霸道酷酷九九 墨镜一带 谁也不爱 江贵妃禁足的时间到了 一个不男不女的小屁孩而已 本宫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受宠 看着没什么特别的啊 清妃道 难道是因为长得玉学可爱 十分漂亮吗 不是吧 他心里英明神武的皇上 不会那么肤浅吧 清妃认真想了想 先将收养的一女秦公主 他女儿安乐郡主 今年刚满三岁 据说比九九还好看 不如就赵进宫来 江贵妃冷哼了一声 有些不屑 好主意 安乐郡主必定能获得皇上的喜爱 到时候 李飞那件人就去冷宫待着吧